以种种的善巧方便接引众生修学佛法 希望透过佛教青年影响社会青年 中华佛教青年会成立的宗旨 是希望能够接引青年学佛 结合佛教青年建立人间净土 培育青年红法人才 让法音宣流满人间 同时净化心灵服务人群 促进社会的进步与和谐 推动青年德化教育及偏差行为矫正协助 提倡青年投入公益服务与社会关怀 非常的荣幸能够当选为中华佛教青年会 第十届的理事长 开善希望能够借由佛青会这个平台 秉持着佛青会的宗旨 能够去做培养佛教青年的工作 进而由佛教青年去带动 影响社会青年 开善希望这一届的工作重点 能够着重在关怀 关切青少年的主题这方面 我会特别成立一个 所谓的专案小组 希望能够特别去了解 现代的年轻人讲什么 想什么 要什么 缺什么 能够以所谓的先以欲勾迁 后领入佛制 能够以不失传统佛法的内涵 但是包装现代化的 这些科技也好 一些新一类的大专营也好 能够去接引更多的大专青年 乃至于社会青年 希望借由佛青会的带动 借由佛青会的服务 我们希望能够为地球 留下好的下一代 希望朱山长老法师 十方善心大德 能够继续支持 继续关爱我们佛青会 我们需要共同来努力 共创人间净土 先以欲勾迁 后领入佛制 这是世社法中的同世社 菩萨度众 必须先跟众生结善缘 进一步视众生的根性 利用种种善巧方便 接引众生入门 使其转凡成圣 由民入伍 十方新闻记者 赖玉荣台北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